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网红威亚 威亚呢可以说是在中国第一带货网红 就是他带货是带的最多的 这次中共对他呀光是处罚补交税款 一共就是搞了13.4亿 他的总营业额在两年时间呢就超过了300亿 而且他个人在淘宝的粉丝量呢达到了9000万 你想想多厉害 那么普通人呢都觉得这个威亚魅力无穷呀 居然能有9000多万的粉丝 而且能挣这么多钱都对威亚很敬佩 但是威亚李佳琪这种直播带货现象呢 我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啊 这是一个骗局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局 因为江泰宫以前在国内呢也做过产品销售 早期呢也见过别人搞那个电视直销等等 那些都是套路 但是中国这老百姓呢 从出生到他死亡 都是生活在一个谎言编辑的社会 可以说是一步一上当 荡荡不一样呀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很多人也没有办法识别这个骗局 他们这个骗局是越做越高明 威亚一个电视带货的一个个人 居然达到了300多亿两年的时候 这是开玩笑吗 一天就卖5000万的货呀 多少大型百货公司 那一年的营业额才是多少个亿 那你想想威亚是何方甚甚 我以前就知道这中间呀肯定有猫腻 然后你看他的粉丝数 将近一亿 威亚何德何能就能吸一亿的粉丝呢 对不对 你像那个李子柒 最起码还出了一些视频啊 有吸引眼球的地方 一个卖货的人 可以说地上的一个专柜店员 跑到了网络上就能吸一亿的粉 这个是不是也是世出反常呀 大家看着江太公两年多的时间 出了一千多期节目 才有十万的订阅 是多么的艰难 对不对 他就那么容易吗 对不对 而且你看他这个罚款 13.4亿 因为这啥概念呢 就是两年嘛 24个月嘛 对不对 平均每个月呢 就罚了他0.5亿的税款 你想想他太厉害了 他个人罚款已经比范冰冰多得多了嘛 范冰冰才发了七八个亿嘛 而且这里头最奇怪的呢 威亚很快就把这个税款补上了 当年你看那个范冰冰补这个税款呀 是东拼西凑呀 那么威亚哪来这么多钱呢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 他补完这个税款以后 还补算数 还把他的所有的账号 店铺全封了 可以说把他一棒子打死了 补了钱都不行 这个买卖你也别做了 为什么下手这么狠呢 因为我们是吃花群众 看不清楚 那么最新的报道出来了 威亚背后的大佬是谁呢 深挖出来了 联想柳传志 所以你再想想最近司马南 深挖柳传志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要对柳江呀 进行一个赶尽杀绝 包括对他那个滴滴的处理 等等这一些事情吧 为什么盯着他死不放呢 为什么这次又把威亚搞成这样呢 对不对 原来他背后的大佬是柳传志 中共现在就要拿柳传志改刀 所以他就跑不掉 那就是威亚把这个睡觉了 把这个门关了 能不追究他的行事责任 可能这就是他们达成的一个协议吧 按照他这个偷税漏税金额 那判他个十年八年呀 我觉得也不多 对不对 为什么那一块就抹去了呢 那就是协议嘛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威亚是跟柳传志怎么连上的啊 这个就跟俄罗斯套娃一样 那么我在这呢 只是给大家讲了几个主要的节点 实际的情况比这个复杂的多 我们这样看 威亚的老公是董海峰 董海峰的公司叫千寻 千寻的投资人君俊德 君俊德时空人士联想 联想的老板是柳传志 这个是资本大佬浮出水面了 所以大家现在要搞明白 所有互联网上这些所谓的一夜窜红的 拥有大量粉丝的 不明不白 他就那么火的这个人 背后呀 基本上都有资本在操作 所以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吧 那么大家听到这 可能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威亚的事情 结果是这样的啊 我们不说前面那些具体细节了 那些呢 可能有很多报道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 最近司马南深挖柳传志 是挖了一个多月了 但是中共呢 没有对柳传志来一个实际的行动 大家发现这个怪现象没有 我们再看前面中共在敲打 马云马化腾的时候 那就是敲打几下 马上就刀下剑菜 二马就把钱呢 就奉上了 那么这次呢 把柳传志敲打了这一个多月 好像还没有具体的措施 中间是不是有奇怪的地方呢 对不对 那么他们还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去看看 姜文演的那个 让子弹飞一会儿 那么这个柳传志 是不是中共让他扮演 那个黄四郎的角色呢 不再让他把钱拿出来 而且要把他当做一个诱饵 拿自己的样子呢 恐吓威逼引诱别的企业家呢 赶快向中共交钱投降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 这也许是我多想了 但是从他们现在 这个斗争的情况来看 有点超出常规的处理的节奏 因为这都吵了一个多月了 全中国多人都加入这场讨论了 但是中共的这个刀呀 迟迟不落地 大家去想 背后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呢 是不是就要把柳传志 当成那个电影中的黄四郎呢 这个大家可以去聊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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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